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全明星中锋武切围棋,最近非常头疼。 交易截止日前,他被球队送到了芝加哥公牛,和另外一位全明星球员扎克拉文搭档。 公牛此举的意图,很明显,就是为冲击季后赛。 公牛已经太长时间没打竞技后赛,罗斯离开后球队就一直处于重建状态。 拥有武切围棋这位全明星中锋,对球队的战力是一个不小的提升,可事实却让人失望。 本赛季打出优秀表现的武切围棋,在公牛四场比赛一共得到82分,较常规水准下滑了不少。 公牛其他人也没有凝聚成一团,武切围棋的融入速度很慢。 球队这次场比赛全部输球,交易截止日后还没尝到胜计。 武切围棋本赛季打出了场均24加11.5正式的数据。 投篮命中率超过48%,作为一个中锋球员,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0%,非常不错。 球队另外一位球星,拉文本,赛季场均得分超过27分,排进联盟前十。 公牛队的进攻火力很突出,可防守却非常糟糕,四场比赛丢分均大于110分。 输给爵士太阳,这样的强队有情可原,但是面对勇士,公牛有些掉以轻心。 全场比赛,他们的防守形同虚设,武切围棋本人的防守做得也很一般。 现在,对武切围棋和公牛,最重要的事情,是找到磨合状态。 球迷隐隐约约感觉到,武切围棋和公牛打法,不太匹配。 拉文需要,持球进攻,武切围棋,也需要持球进攻。 两人的球权,会有一些冲突。 如果让武切围棋和马尔卡宁,同时出场更是不搭配。 两人都是,以投篮为主的球员,没有内线在篮下,如何维持球队进攻。 而且,马尔卡宁的防守,是一个大问题。 以往在魔术球员都会,给武切围棋补防,减轻他的防守压力。 武切围棋本赛季的场军抢断,以及场军盖冒次数,都小于一次。 在公牛队武切围棋,还没有享受到队友,协助防守的待遇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场比赛,拉文的平均输出,也低于赛季平均水准。 看起来武切围棋和球队,的确不太搭配,拉文也受到了,不小的影响。 武切围棋,今年30岁,正处在一位球员巅峰的末尾。 他的巅峰,时期持续不了多久。 现在他处在一个,高不成低不就的阶段。 加盟公牛他有概率,和球队冲进季后赛。 就算打入季后赛,公牛也掀不起,什么大风大浪。 面对熊鹿76人,拦网这样的强队,公牛可能抵抗,4比5场,就会被淘汰出局。 现实很残酷,我们不知武切围棋,载公牛还需适应多久。 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 这次连败犹如四根针,扎在公牛心上。 换来的武切围棋,非但没能提升球队战力。 反而让球队战绩,越来越差。 化学反应,受到波动。 公牛管理层,需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。 武切围棋本人,也需要好好反思一下。 自己这次场比赛,他一共得到82分。 这样的表现,可没法带队取胜。 各位读者朋友们,你们认为武切围棋,和公牛队搭配吗? 欢迎留言评论,发表你们的看法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